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SM里有很多很厉害的爱豆,虽然他们现在的定位可能是rapper主唱、主舞,但是他们其实完全不是,因为这方面的才能才被选出来的。 我们就称他们是超神爱豆吧。 第一位,李马克李马克是NCT的rap担当。 说是rap担当,其实李马克已经是公认的rapper了,但凡听过SuperM和NCT的歌曲,都知道李马克的rap实力。 他唱rap一口气能长到什么程度,用粉丝的话来形容,如果有人和李马克接吻,估计会是C。 虽然是夸张的说法,但是是为了表明李马克的rap真的很可。 他还曾经参加过专业的rapper比赛。 作为高中生的他在现场队的其他选手,都愣住了。 但是李马克可不是一开始就会rap的。 他是因为vocal才被SM选手做的练习生。 出生成长于加拿大的他,公司发现了他的rap实力,才把他逐渐培养成了rapper。 三大社中很多人总说SM不注重rap。 其实只要听了NCT的rap line表演的Misfit就知道,SM从不缺rapper,不光不缺,而且质量很高。 他们甚至可以一首唱全用rap唱出来。 第二位,江瑟琪江瑟琪,是Red Velvet的主舞担当。 瑟琪很早就进入了SM公司,2007年就进入了SM公司做了7年的练习生。 本来江瑟琪是SM公司的培养的主唱,后来因为嗓子出了一点问题,SM又转变了方向,让他担任主舞。 这就是会跳的人没他会唱,会唱的人没他会跳。 第三位,LUNAR,X的LUNAR调善脸。 出生于音乐世家的LUNAR从小在音乐的氛围中长大,父亲是指挥家,母亲是声乐家。 能够想得通,LUNAR的好嗓子是怎么来的了。 2006年LUNAR被SM选中成为了练习生。 练习了三年,作为FX主唱出道。 但是大家知道吗?LUNAR被SM选中的时候,根本和唱歌没有关系,而是因为舞蹈才选进SM公司的。 在FX的舞台上,大家也发现,LUNAR就是很全能,唱跳全是强项,就看她想表演哪一个。 第四位,AMBER很多人总说SM不重视RAP担当。 其实并不然,SM只要是,大力宣传过的RAP担当,都是很强的RAP担当,甚至用RAPPER来形容,都是可以的。 AMBER就是,其中一个。 AMBER是美国华裔,也是南韩唯一的,中性风女爱豆。 AMBER一开始,被SM公司选中,也是因为Vocal,最后被培养,成了RAPPER。 SM的很多练习生,都是很全能的,就很像是一块砖。 N,哪里需要哪里,都可以砖。 N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